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 何超连这次如此虐狗的公开认爱 是不是和窦霄都相当认定对方是以结婚为大前提交往呢 可以给我一点空间吗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 然后我们现在都很开心 对 然后之后就是希望越来越好吧 此外 当天何超连和窦霄官宣时 好姐妹邓紫棋都有些吃醋 说自己被抢走了男朋友的位置 于是急忙叫窦霄好好照顾好姐妹 你们的互动好暖啦 近日女星秦岚在个人的账号上晒出了自己的最新动态 与她一起同框出现的还有女神林青霞 因为林青霞是自己的偶像 所以秦岚瞬间化身了小明媚 真的是实力追星了 人气女星秦岚5月4日晚继续在香港出席品牌活动 当天凌晨秦岚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发表了前一天活动上和林青霞的合照 并称呼对方是自己的女神 对此秦岚表示自己在偶像面前变成了一个小迷妹 好开心啊 昨天就是很迷妹的坐在她旁边想跟她合影这样 然后跟她交谈两句 我觉得她好美啊 还是那么的美 因为之前我们都曾经拍过圈阿姨的戏 但她其实没有看过我拍的阿姨的戏 然后我就自己推荐了一下自己 另外在前一晚的活动上 秦岚还和大美人关聚林相见欢 秦岚大赞关聚林还是那么美 皮肤超级细腻 我有问聚林姐 我说你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还那么美 然后因为我觉得大眼睛女生都很难保养 比如说我 但她真的一点皱纹都没有 综艺节目奔跑吧 最近播出了最新的一期 扎着马尾的安州贝贝 惊陷了不少的白发 令粉丝十分的心疼 不过节目组对她依然是十分的照顾 更是安排了很多的小鲜肉集体向她表白 让嘉宾无尊都露出了颇有亮点的表情 综艺节目奔跑吧 5月3日播出最新一期 继早前有网友热议 安州贝贝的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之后 在本期节目播出之后 网友又好奇 她的头发到底怎么了 因为在节目里 扎起头发的安州贝贝 惊陷不少白头发 令粉丝十分的心疼 担心偶像是不是压力太大 搞到少白头 另外节目虽然拍摄的很辛苦 但制作团队就非常照顾安州贝贝 更安排了一众小鲜肉 集体向她表白的环节 大家使出绝招 更唱情歌令女生开心 还有人说安州贝贝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 但亮点是做节目嘉宾的无尊 听完之后展现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似乎有些不敢苟通 当然每个人心中定义美的标准都不一样了 近日资深港姐朱玲玲现身在了香港某品牌酒宴 这也是她在儿子霍启刚儿媳霍郭晶晶出生三胎之后的首次现身 朱玲玲爆料儿媳妇非常喜欢听儿子小时候的事 并表示不会给他们施加压力 娶再生宝宝 最美港姐朱玲玲5月4日现身 香港尖沙嘴出席慧言雅籍37周年慈善晚会 说到儿子霍启刚早前正式的公布 太太郭晶晶为她诞下第三胎女儿 再度容身奶奶的朱玲玲 最近是不是都要忙着照顾小孙女呢 有没有传授一些带小朋友的秘诀 给儿媳妇郭晶晶呀 诟尴惜特地那谈谈 不过大家见面或谈开 也有会因微谈谈来 说说伯刚儿个关系是怎样怎样 她她都喜欢听哦 另外 霍启刚和郭晶晶 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母 作为豪门大家族 朱玲玲是不是也希望儿媳妇继续开支善业呀 我想 sono会和他们都 我我 我不会给他们压力 如果他们喜欢三就为三 不过其实三个就足够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娱乐够够的全部内容